上一节我们讲了为什么要用register session 以及register的存储和mycycle的存储的什么区别 这节我们就实际讲一下 其实套路上跟用nord.js来连接mycycle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连接一个demo 就是通过一个demo看一下能不能连起来 然后我们再去设计工具函数去封装起来 然后给使用它的API可供使用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代码解释了 首先不管怎么要连呢 我们肯定要先把register session 启动起来 register session 启动起来 这是MAX的启动方式 Windows的启动方式 当时我们在介绍用register安装的时候 有一个文档 他介绍了怎么去用windows启动register session 好 回车之后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大家注意这个有一个端口是6379 到时候我们会用端口是6379 那我们到之前我们做demo那个目录里面 不是新建过一个mycycle test的目录 然后我们就是在同理新建一个redis test的一个目录 进来之后呢 进来之后我们先进行一个npm的说出化 sorry 错了npm说出化 npm init 手滑 错错了 好 说完之后呢 那我们回到代码中 代码中我们看一下 已经有一个pact of JSON 对吧 然后这个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可以新建一个index.js的文件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去写这个代码 写之前我们要先安装一下 Redis 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把淘宝地向的这个目录给它拷贝一下 放在这儿来 好 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代码中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已经安装上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 第一个 我们要把安装到Redis 直接给它引用出来 直接requireRedis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呢 是创建Redis的客户端 创建客户端 然后呢 code的名字叫RedisClient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Redis.CreateClient 第一个参数呢是端口 好像我们已经看了 端口是6379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是host host就是主机 主机我们本机嘛 127.0.0.0.1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是你的Redis连的是什么 比如说Redis连的是那个外面 这样服务器上的主机呢 这个地方呢 可能要写别的地方 有当时那个主机或者IP OK 创建完这个空端之后呢 按照Redis Redis这个文档的引导 我们要监控一下 arrow 它如果发生arrow的时候 我们要抛出来 这个地方直接塑造点 arrow就可以了 把arrow打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种情况一般也不会发生了 发生了之后 我们打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测试 测试 测试 我们当时在用contactualredis的时候呢 有两个方法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是set 第二个是get 就是设置和获取 让我们这儿演示一下 通过代码怎么去控制设置和获取 先设置 第一个设置 比如说设置叫 我们随便起一个名字 叫mine name 等什么呢 章3 我不确定这个章3是不是用过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加一个章3 2 这样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通通了 三个设置呢 我们可以传一个redis.dr 这个函数传进去之后呢 它会 当这个set完之后呢 它会给你打印出来 是不是正确 然后redis.client get 就是获取 获取 我们还是要获取my name 然后获取它是个eboot的行为 所以说我们要传用carp carp 第一个才是error 第二个才是valid 统领 如果是有error 我们也去把这个error 给它打印出来 然后传入一下 这是有error的情况 如果没有error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value给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好 完事之后呢 我们要退出redis 退出这个redis.client 如果不退出的话 进程会一直保持着不退出 所以说我们用redis.client redis.client 然后把它退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就写了 简单中我们保存一下 可能运行一下看一下 用nodeindex.js 大家看 返回的第一个是reply ok reply call 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assess的时候 这个redis.client 发现塞在成功了 他就可以给你返回一个ok 对吧 第二个呢 是我们gats的时候 gats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有个打印 对吧 打印 他就会把这个value打印出来 因为我们设的是章32 所以说可以把章32打印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 就是说我们可以连上这个redis.client 做一个测试 我们可以从这儿看一下 gats.client name是什么 章32对吧 所以说明我们用redis.client 先做一个测试 说明它能反对上32 如果nodeindex.client 做测试它也能反对上32 那声明掌者是一样的 是一样生效 所以说 我们推出这个redis.client 然后到代表中 我们看一下 其实就是创建一个client 把关口和host给连上 然后通过set和gats的方法 来去设置和获取数据 sgats的时候呢 它这个ebo 它这个ebo 那我们到时候可能会需要用promise 给它简单的工装一下 然后这个ebo该怎么去使用 好 这就是第一个护手 就是极端的 是